花莲八家高饼业者连续9年捐赠了月饼关怀独居老人还有贫困家庭 今年再捐出2400颗的月饼 要由花莲县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分送给独居老大人们来享用 老家协会志工也要赶在中秋节前把这些月饼送到独老家中 让老人家有温馨的过去气氛 花莲八家高饼业者在疫情困境当中 依然坚持为独居老人还有贫困家庭尽一份心力 中秋节前夕爱心串联了真正月饼 要由花莲县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分送给县内的独居长辈 其实阿布多已经好几年都有支持老家这边的庆生蛋糕 每个月都有一次的活动 那已经几年了我不太清楚 本来就是做就对了 然后中秋节是一定要的 因为一定怎么可能不给老大人吃到中秋节的月饼 对所以就每年的中秋好像是大家聚在一起该做的事应该要完成 是呀是呀 老家我觉得我也会老吧 有一天如果我老了我也希望有人可以看照 那老家这个协会是真的做了很多我们看不见的 那深入了解之后就觉得说真的要有人来做这些事情 老老以及人之老 老家协会非常感谢企业的爱心捐助 让独居老大人们在中秋节时也能够有过节的气氛 这18年来老家一直很关怀这个弱势的家庭 那特别在回南楚道刘董事长的率理之下 今天持续的第九年有八家的业者赞助老家月饼 还有其他的物资 希望在中秋节前能够透过老家来轻松到弱势的家庭 让老大人们能够欢度一个快乐的中秋节 包括阿美麻吉 独论先生 五家饼铺 阿不多工坊 丰心饼铺 花莲馅饼 理想大地 回南楚道等八家花莲的知名高饼业者 捐赠了2400颗的月饼 要由老家协会的志工们赶在中秋节前 分送到县内有600多个个案家中 这里会幻视报道